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0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今天我们有温热的食谱 还有张医师的实作答疑 接着我们继续讲原始点手法 张医师请您开始 题目大家一看就知道很实用 那我们上次也有介绍食谱 深受读者的喜欢 今天会继续来介绍 请莉莉来主持 2022年2月20日 温热食谱与实作答疑 原始点温热食谱 今日介绍内容 启司料理 焗烤饭 番茄辣椒焗饭 黑椒汁焗饭 咖喱汁焗饭 清汤 各位学长 各位学长大家好 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以启司为主题的料理 分别是 分别是黑椒 黑椒 焗饭 咖喱 鸡饭 番茄 辣椒酱 鸡饭 我们在制作所有鸡饭的过程当中 里面有一个步骤 就是要涉及到如何制作香油变 我们把面粉倒在容器里面 然后加入这些姜香油下去拌 然后给它拌均匀以后 应该说把面粉全部浸湿掉就可以 大概就是捏起来 你看捏起来能这样子成块 这样子下的香油的量就够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烤箱温度调到100度 上下温度调到100度 大概就是给它烤个一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香油变 这个香油变现在已经烤得很干 我们把这个香油变加水 加入水以后对着水 然后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番茄辣椒酱焗饭的原材料 我们在制作番茄酱辣椒烤换的时候 番茄是要弃皮的 我们先把这个下面的这个番茄酱的这些头 给它切掉 这样子切掉 然后顺着这个刀口给它划一下 这样子划一下 然后水开了以后 扔下去烫个两秒钟 这样子皮就很好撕开了 我们把这个烫过开水的西红柿 轻轻的这样子皮一剥 这西红柿的皮就剥开了 很好剥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辣椒番茄酱 这个辣椒跟番茄的量是1比1 下入少量的香肠 下入点洋葱和蒜末 给它加在一起 我们小火给它慢慢炒 炒出这个番茄的味道 和这个辣椒的味道 然后番茄酱辣椒的味道已经全部出来的时候 我们加点盐巴 加适当的盐巴就可以 不用太多 然后我们加点水 加点水 就这样子加点水 搅拌均匀 然后再来把它烧开 好的 番茄辣酱汁已经熬得很均匀 很入味了 然后我们勾点芡 用这个香油面给它勾点芡 很好 这个又香又浓又稠的 这个番茄辣椒酱 我们就制作完 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制作咖喱集饭的一些原材料 首先是咖喱粉 蒜头 红辣椒 生姜 洋葱 最主要的主角就是取湿了 我们会加入少许的椰浆 这样子制作起来的咖喱汁 就会更加的香浓可口 在制作集饭的时候 我们会加入一些辅料 比如说西兰花 香菇 土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咖喱酱汁 分别有洋葱 红辣椒和姜 加上这个咖喱粉的话 洋葱 红辣椒 还有姜 还有咖喱 是3比2 比1 比1 这样子的比例 下去 我们给它翻拌均匀炒出香味出来 加入一些水 拌均匀 倒入少许的椰浆 再加入点盐巴 然后我们给它熬煮 熬煮成咖喱酱 这些已经熬煮出味道出来以后 我们下这个香油面 香油面下来勾芡 好的 那我们勾芡完以后 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咖喱酱汁 我们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黑椒鸡饭 所涉及到的一些食材 黑椒脆 九层塔 洋葱 蒜头 起司 核桃 板栗 下为一口 青椒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黑胡椒汁 那我锅里面下的这个是洋葱和蒜末和黑椒脆 它们的比例是洋葱蒜末黑椒是2比1比1 然后我们下到锅里面给它炒热炒均匀 好的 我们加入些酱油 加点盐巴 然后再加水 好 当这个黑椒汁熬出味道来熬出香味的时候 同样我们这个用香油面下去勾芡 这下子我们这个黑胡椒汁我们也给它做出来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三个制作完的分别 加上点 葱头香油 啊这样子 这三个汁酱 就会更加的香 好 接下来我们来 做这个 番茄辣酱 挤饭 撒点起司 番茄辣酱 鸡重菌了 香菇了 玉米粒 青椒丁 洋葱丁 起司 我们这个番茄辣酱集饭我们也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做集饭了 我们把这白米饭给它打在这个集饭盘里面 先撒一层起司 先撒一层起司 然后再来撒咖喱酱 凸筋匀以后 我们配点这些配料 这个是土豆 西兰花 洋葱丁 洋葱丁 起司 好 这样子我们就准备完了 待会我们再来 换烤箱里面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 黑椒汁集饭 同样我们先在米饭上面 撒点起司 再撒入黑椒汁 核桃 下围果 如板栗 我们就一起给它精灵撒上去就好了 青椒栗 洋葱栗 起司 我们这个黑胡椒汁集饭 我们也准备好了 待会再下去烤 好的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烤箱 上下温度一样 给它调到200 这230度以后 然后我们来开始烤了 我们就给它盖起来 这个是番茄辣酱集饭 这个是咖喱集饭 这个是黑椒集饭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道清汤 搭配材料有豆干絲 番茄 西洋菜 羊肚菌 胡椒粉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制作这道蔬菜清汤 我们把豆腐 羊肚菌 还有这个西洋菜 下到锅里面煮 火开大一点 这个汤煮好了以后 我们加点盐巴 加点胡椒粉 搅拌均匀 好 我们起锅 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集饭 搭配羊肚菌 蔬菜清汤 希望大家能喜欢 请老师点评 光看 就能够点起味的蠕动了 做起来真的色香味俱全 我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 正等待着这一道口渴的菊饭 好 实作教学 按推手法点评 新泽西团队 如果您可以帮助 等待会 请不吝点赞 在这一道口渴望 在这一道口渴望 好 因此 小庄 词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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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志工按推的有幾個姿勢是需要改進 最主要都督在腳 腳它弓箭部第一個蹲得不夠低 它微微彎曲那是不夠的 這樣只能按到表層 如果你要按推到慢慢由輕而重 事實上那個弓箭部前腳一定要蹲低一點 蹲低一點才能把整個身體帶下去 從頭部開始如果這個視頻我們重新放一次 一邊放我一邊講解 這個手法是沒問題的 大家看這個手法如果能夠講解的話就是它前頭擺動的幅度不夠大 這裡唯一的切實從影片中看得出來 再來那個腳一定要站直 它好像還沒有站得很直 站直之後稍微彎腰下去 現在我們來看它按整骨 整骨的腳我說的 第一腳你看它腳沒有彎曲 前腳沒有彎曲 它等於身體是用彎的 彎沒有把空氣帶下去 像這種姿勢一看就知道 它只能按推到表層 它現在在按推上背部 也同樣犯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它前腳的弓箭部因為沒有蹲低 所以它這樣按也只能按到表層 大家看它的腳 前腳沒有蹲下去 後腳當然也就沒有辦法 看起來站得有一點太直 這樣的按法很難按到 就是我們要的有潛入深很難做到 不過從這個影片來看 它大致在手的工具上 老師還可以在腳的搭配上 出了一點問題 這個是肩部原始點看得出來 它另外一手在搖晃是不必要的 按推是手肘在動 手沒有在 這一個它身體沒有挺直 身體還有一點關 它沒有 不懂得用身體靠過去按推 大家可以比照我之前的影帶 好 在樓上對部 大家看到它的腳 髒得比較開了 髒得比較開又沒有微蹲 也是身體姿勢沒辦法沉下去 這有一點可惜 腳站得盡量跟肩同寬 甚至比肩寬一點點是被允許 不能像志工這樣站得太開了 站得太開身體沒辦法沉下去 所以都只能揉到表層 現在他在樓臀部也是犯了這個問題 他的弓箭部前腳沒有蹲低 站得太前面 應該腳不要超過臀橫穩 整個弓箭部第一腳一定要蹲下去 蹲下去之後身體往屁股 往前往屁股這一側靠 整個姿勢就會很漂亮 身體就能夠很自然的沉下去 總結 他所有的膳肢都出在腳 腳的弓箭部 因為很常用 弓箭部都沒有做出來 這是第一點 在樓脊椎兩側的時候 站得太開 也因為這樣腳沒有辦法微蹲 身體也是沒有辦法沉下來 沒有辦法沉下來 所有從整骨以下到臀部 幾乎都是用手的力量比較多 也不能帶給患者有一種肛中帶樓 他沒有辦法沉下去 就沒有辦法深入進去 遇到這樣 如果一般的患者在痛點 壓痛點在表層 還有辦法做出來 如果遇到患者的壓痛點是在深層 像腳的姿勢又沒有配合上去 就很難達到結症 這也就是很多志工 為什麼在 明明是屬他處體傷 揉了老半天 就是不能結症 就很可能犯在姿勢的問題 尤其腳怎麼把身體帶下來 這個是站姿最最重要的 好志工所有的問題我也都點評了 請看下一個 請看下一個 基本上acula 之下 在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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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个脚站的太开 他犯的问题是脚站的太开 然后微蹲 注意用食指的工具 脚要挺直的 好 志工在按推整骨下沿 也是一样前脚还蹲得不够低 也是没办法按到深层 跟前面志工犯的问题是雷同的 他们在按推都没有注意到脚的姿势 整个身体沉下来的姿势 这样按都是按在表层 脚有微微张开是对的 如果张开不要太大会更好一点 这个有一点微蹲还不错 当沾得太开的时候 你即便姿势看起来都对 按了就没有办法沉下去 你按在表层 很难按到深层 他这个问题也是跟上一个的 志工的手法一样 都按得不够 膝盖蹲得不够低 不能沉下去 这个舒缓还算不错 他舒缓用单手的是对的 好 大概整个点评就是这样 大家都大致处在脚的站姿啊 站姿可能都要调整 这个我就点评到这里 你怎么要吧 我怎么能帮你 这么多也不这么滑 那么你再放下一次 快点评论 那你也不意 很难提 不闭待 你等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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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犯的问题都是一样 脚一定要站直 尤其用食指工具 这样顶进去的时候 脚要站直 甚至病龙就好 也不要与肩同宽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脚都站得太宽了 脚要站直 绝对不能有关区 我们来看看他整骨下痒的暗肺 这个膝盖蹲的就比较低一点 有这个味道出来 要注意你看他那个脚 上臂跟下臂超过90度 他应该身体还要往前一点 才能变成90度 这是他手腕 手的工具要调整 那现在才按堆上肺部 按堆上肺部最容易犯的就是肩颈结合 也就低一点大部分都按得太下面 这三位志工他们低一点 找的都算准确 比较可惜的脚的姿势 另外这一位志工上背部按得太下面 不能这样一直按下去 这个要注意 只要上背部按前三点就可以了 我发现他有按到很下面去 这个是不必要 那现在他在按的是肩部延迟点 这看得出来还是有一点用手的蛮力 还是一样这个身体要上半身要挺直 挺直要靠过去 他没有顶直接就按下去 这样按不到深层 你看他上背部都有一点弯 在按肩部延迟点就不能按下去 这位志工也是一样 脚站得太开了 这个也是一样 就没办法沉下去 跟前面两位尤其这个更明显 脚站得更开 那个应该这样是不对 可以站比跟肩一样 即使要宽一点也不能超过太多 就是以肩同胖为教 站得都太开了 身体就没办法沉下去 这个脚就不错 他有蹲下去 下面的脚 他应该要往臀部靠 他唯一缺点就是 他没有往臀部靠 最后下面的脚才会弯心 这个志工比前面两个的志工 臀部按得比较好 他前脚有蹲下去 很可惜他身体没有靠到臀部 这一边来 他的下面的脚 应该是打往外侧出去 他少了这个动作 他身体没有往臀部靠 这样的力量就不能做得很圆满 这一点有可惜 比前两者姿势还要好一点 对于这位志工的评仪 大概一路讲解下来就是这样 他要注意的 楼上下背部 那个脚站得实在太开了 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在按头部原始点的时候 额后 脚应该可以并容 要站直 绝对不能稍有弯曲 靠身体弯下去 那个力量顶进去 这样才能做到深层 好我就点评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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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老师点停 这位志工在涂姜粉泥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手法也蛮轻柔的 表面看都没有问题 最主要就是在推的时候 我没有趴着给他推 从表面看是没有问题 患者如果感觉也蛮舒服 这样就可以了 涂姜粉泥整个背部是很常用的 志工从表面上在涂姜粉泥 看起来还不错 手法也蛮轻柔的 涂的也很均匀 从外表来看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还要患者的感受 他觉得可以就好 如果有一些比较喜欢稍微大力一点也可以 所以原则上是以这样的手法在推的时候 均匀稍有力就可以做到 这位志工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也做得很好 涂姜粉泥背部 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重病患者 他的热源 常常来自于内热源跟外热源 尤其重病 胃口又不好的时候 更需要涂姜粉泥 当重病患者到基金会来 那我们一看到这一个患者 比如脸色苍白啊 体力很差 我们第一个 不会先帮他按推 而是把他的背部照热 立刻开始涂姜粉泥 来回三次 一般这样涂完 再用红豆袋 再穿衣服 盖红豆袋下去 热更能震透进去 一般效果非常的好 这位志工涂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 涂得不错 张医师答疑 提问一 条理七个月 手臂仍无力举起 患者蔡女士52岁 2018年底 发觉左臂轻微无力 包括三角肌和三头肌 手臂没有痛处 只是慢慢无力举起 急一天比一天差 在美国看过医生 颈椎挤随在 西五至西六处 受到严重压迫 2019年四月 在美手术 通过颈椎融合术 解压 臍带 在颈椎 西五 西六 椎体直入 钢钉固定 副图片一 副图片1.1 吸手术过程 很成功 但是双手无力问题 却没有改善 在做MRI 也找不出结论 图片1.1 2019年至2021年 右臂越来越虚弱 不但不能抬起左臂 也难举起右臂 还有手臂肌肉逐渐萎缩 吸引无法确定根本原因 所以患者决定 回香港 找中医治疗 2020年7月 在香港看了几个中医 分别做针灸 引中药 及推拿 做了约一年左右 可惜 都没有反应 同时 后期也有做物理治疗 做了半年 都没有改善 2021年6月 手指都有痛点 有体伤和热能不足 体力正常 属心重症 1.每周两次到中心 志工主力按推 头部 颈部 上背部 另外肩甲原始点 再以江泥按推 照红外线灯 吹风机 再以上部位温敷 按推手肘有痛点 周指有痛 及麻痹感 按推后 大面积副姜泥 包保鲜膜温敷 保鲜膜解除后 套上手袖 回家继续温敷 肩甲至手部 24小时温敷 2.叫大家人 每天帮助按推头部 上背部 另外肩甲 手肘 手指 和按推姜泥热源温敷 头 颈 上背 另外肩甲 至手部 24小时温敷 手肘 手指按推后 敷姜粉泥 包保鲜膜温敷 内热源 毕卤干姜片 25克 包水 2500毫升 代替开水饮用 将完 一天两次 每次 每次食粒 物食含粮性食物 外热源 每天睡眠 在电热店 6至7小时温敷 将你温敷头部 颈部 上背部 停止游泳 早上晒太阳 每天手部 做运动 月一小时 即每天每次 行60级楼梯 锁炼体力 保持心境平和 调理三个月后 颈部至肩部 手肘 手指循环有改善 肌肉温暖 手指比之前 增强活动力 但手臂 无力 没有太大改善 2021年10月 增加前胸 锁骨周围 至前侧胸 腋下 前手臂 照压痛点按推 将你扶前胸 后背 手部 大面积温敷 直接在前后肩膀 即手臂按推 换出痛点 看能否改善 换出体伤 2021年11月 耳后 睁骨下颜 颈部 上背部 前胸 腋下皮肤 出现红疹 腹涂 即其小水泡 流出黄色液体 出红疹 皮肤很痒 2021年11月22日 图片3.3 2021年11月18日 图片3.2 患者讲述 2021年至2020年 西医治疗期间 曾有大量吸药 包括在颈部连续 三个月静脉注射药物等 皮肤红疹的出现 如患处体伤 以外内热源 修复患处 用浓浆汤 清洗患处 在没有破坏的皮肤 用姜泥按推 二至三次 再用浓浆汤清洗 清洗后 用吹风机吹干 皮肤 保持干爽 透气 建议增加内热源 壁卤干姜片 30克 包水 2500毫升饮用 姜碗 一天三次 每次15例 教导患者 在家同样做法 浓浆汤 每天清洗多次 可止痒 这能修复患处 2021年12月 皮肤红疹 薄转七成 副图片 4 2021年12月30日 图片 4.1 2021年12月30日 图片 4.2 2022年 一月皮肤继续好转 身体体力良好 经过半年按推原始点 即患处压痛点 从阴解症 外内热源 都应用了 患者亦有坚持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调理至今 亦有七个月 但双手仍无力 不能举起 请问张医师 我们是否有做得不足的地方 需要改进 志工按推视频 及患者手部运动短片 可否充多力 动不动 上不到 动不动 动不动 没力 完全没力 完全没力 那你说手会不会好些 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 不动不动 不动不动 可以放下 它就会吐下去 放下 放下 好 这个没力 没力 这个呢 这个手指有力 这个有力 这个有力 完全像棉花 中间两只手指有力 嗯 之前一边有 有胃宿 这边没有 但都是麻花胃宿 这边再放下 很厉害 这边再放下 很厉害 嗯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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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会痛 嗯 都会痛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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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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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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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它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没有 感谢观看 因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而且 它说都是 而且 我大部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一点 不应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你 也不是在 提问看 一定要以按推为主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三 我的症状如下 无法入眠 白天无法睡 白天尿量少 小便无力 晚上尿频 且遗尿 口渴 晚上会倒汗 接近三点后不会 大便无力 全身软啪啪 有志工曾帮我按推一次 只有臀部有痛点 但是其他地方还好 令舌头跟尿道口 有粘膜伤口 无法愈合十多年 是以前去除肛门口 吸肉后才发生的 我过去两个月 都很难入眠 睡很少 导致我身体机能变差 吃安眠药 也是睡很少 非常忧心 请问张医师 这样处理 才能入睡 即快速见效 感恩您 请老师答疑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患者从一开始的问话 来我们上一页看一下 他最主要还是在尿的问题 不管宜尿也好 小便无力尿量少 晚上尿频都是在腹部 腹部的问题 你对过来应该下背部跟臀部还有间椎 这几个部位 体伤一定要去按推 他说只有臀部有压痛点 如果只是这样 臀部压痛点还是要按开来啊 我想你这么多的症状应该不止吧 我看间椎或下背部 如果按深层一点 说不定还有压痛点 也说不定 按完再配合热源 另外你那个口干 口渴 很明显的就是热能不足 怎么还会口渴 我光从这一句的口渴 他说晚上到岸 口渴这个应该就是头部体伤 我本来如果还没有看下一页 你再叙叙 你第一个口渴 我就会认为应该头部体伤药解决 按完它就会分泌 就好像我们常常说的肝眼症 眼睛很干涩 你头部原始点按一按 就有眼泪流出来 眼睛就湿润了 还蛮舒服的 同样口渴也是口干舌燥啊 这些头部原始点一定要特别加强 要不然又误以为自己火气很大 甚至还要喝两个那就更惨了 好后来再看你下面就睡不着觉 好我们看下一页 还有舌头破了都不能溢和 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就有讲你说舌头伤口无法溢和 也十多年 这个跟口渴 我认为都是蔬果 阴都是在头部 还有你的睡眠 睡很不好 还要吃安眠药 也是跟头部有关 我建议你现在真正要处理的 一定要把头部提伤 按推到位 这个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按推完再配合加强热源 至于下面的尿道的问题也是一样 也这个都要加强下背部 臀部 尖椎 按推 再配合热源 我相信你如果这样处理 身体就会体伤热能不足改善 身体自然就可以渐渐修复好 症状也可以慢慢消失 我说的是慢慢 因为你这个病也这么久 好像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爱 真的不可得 一定要有一点耐心 耐心 然后把体伤 好好处理 因改变了 我才会改变 球块是没有用的 我就提供到这里 手法应用 头部及孔腔内之症状 应按推 头部两侧 只原始痛跌 若无法立即改善 才能按推 换出痛点 以及 在原始点 涵盖范围的 头 及脸部 找出压痛点 按推 二 颈 及 躯干部位之症状 应按推 枕骨下颜 及 颈椎两侧 之原始痛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才能按推 换出痛点 以及 在原始点 膀盖范围的膝盖周围 找出压痛点 按推 四 有极少数患者 在疾病箱对应原始点位置的 深浅 找不到压痛点 可进一步 在原始点位置的 上下 左右寻找 我们来看 手法应用 这个是 一些症状 如果我们看到 当然 对于症状 解症 按推 一定是要找 相对应的 原始痛点 不能一开始 就在换处找 一定要找 大开关 头部的 大开关 当然就是 头部原始痛点 耳后 还有整骨下沿 就是我们要按的地方 按推 完 如果症状没有立即改善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思考 是不是在患处 可以 找到压痛点 头部 原始痛点 不能结症 那头部在往哪里找呢 就是 看他的症状 比如他脸部 我们就在 脸的周围 找找看 一般 如果患者是 只是一个痛 不能解决 头部原始点 大部分都可以解决 如果按推没有效 很多是 手法不到位 而非 患处真的有压痛点 这个我必须要 特别强调 找压痛点 按推 患处找压痛点 按推 事实上 当然头部也可以按 头痛头阴 或是脸部 有三叉神经痛 你都可以找 最先要解决的是头部 头部按的没有效 你才可以在头部 或脸部 再找压痛 这个秩序 不能免 在我的看法 如果只是痛 我刚刚讲的 大开关都不容易解决 是不是小开关能解决 只有极少部分吧 我看那个案例不多 反而是按推没有效的 撞 撞 比如说 异常形态 硬结肿块肿瘤 这一类 才比较 能够 说服我去 在患处找压痛点 要不然 现在在临床上 我几乎 像痛的问题 多数他处体伤 一般我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从大开关 就能结症 少部分不能结症 我有时候也不会在患处 继续找压痛点 你要找也可以 如果找出来 按一按能让患者疏忽 我也不反对 我现在实际在用的 反而就是我刚刚讲的 硬结肿块肿瘤 在患处找压痛点 这个比较多 这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做了那么久的临床 大开关按了没有效 确定患处体伤 患处体伤的状 一场硬结肿块肿瘤 我大部分就会直接在患处周围 找压痛点 至于症的不适感 我会考虑 以加强热源 在患处 这个都可以 是不是要在患处找压痛点 也可以 比如腹部有一些像我刚刚举的 脏黄叶滋 硬结肿块腹部脏硬 按推背部有效还不能减轻 我再从腹部加强 涂姜粉泥 帮它按推 它就进一步改善 同样头部的问题 头痛头阴你按了没有效 你也可以在头 涂姜粉泥 然后找压痛点 当然这样也可以 患处的找压痛点 我说最最常见的 反而是异常形感 硬结肿块肿瘤 这个反而是比较 我比较会在患处找痛点 要不然常常我会怀疑 症不适感 你们常常因为手法不到位 最后都说患处 又患处乱找一通 反而失去的这个意义了 这一点先声明 头部的我就介绍到这里 刚刚第二点腹部的也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看 颈及气干部位 我们就来说身体的部分 刚刚也讲了 脏黄叶滋 子宫颈来腹部都硬的 按推脊椎虽有改善还是硬 还帮它腹部涂姜粉泥 还有找压痛点 这样效果也不错 因为它也有肿瘤的问题 压了我说都会流一些组织液 很臭的组织液 另外尤其肠胃病 你躯干不得不提肠胃病 有一些肠胃病 你按推 如果他住体伤不能解症 第一个你一定要了解 这个属患处 患处同样你也可以在腹部找压痛点 是可以的 还要配合涂姜粉 如果这样还没有效 腹部的问题一定要注意 这时候以内热源 姜汤灌肠为主要 各位可能会问我 为什么不用姜粉泥或姜粉灌肠 而是以姜汤 我认为如果腹部脏痛 第一个考虑的 你按推还有外热源都无效 而且已经涂姜粉泥了 还没有效 这时候它里面的脏痛 很显然就是患处有问题 患处你不得不考虑 到底什么积在里面 在不明的情况下 我认为最好 先用姜汤灌肠 把里面如果万一有 它就可以借由姜汤灌肠 温暖肠胃 它自己会去调理 如果真的有素便也好 或有什么肌什么 它清一清 有时候脏痛就缓解很多 最近我也有一个案例吧 算是蛮严重 吃东西都会脏痛 然后脏痛按了虽然有效 吃一点点东西 它又不舒服 人又脸色苍白 体力很差 这时候你一定要补充热源 热源它吃不多 一点点 走路走几步就很累 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像这样的患者 我一看 按推虽然有一点效 也涂姜粉泥 好像都有一点效 这个症状就好像一直解决不了 最后我的建议就是叫它 姜灌肠 姜汤灌肠 他们刚开始灌的时候 他们觉得舒服 灌了几天之后 他终于把以前的素变排除出来 排除出来他就很舒服了 那体力也渐渐恢复 像这种患处体伤 要抗部位 如果是长在外面 硬结肿快肿瘤 那你很显然就在周围 找压痛点 这个时候特别强调 如果是疼痛脏痛 比如腹部的脏痛 你大开关解决不了 你即便在患处找压痛点有效 但我认为很难解症 它有效 你手在就是按完 再缩回来的时候 没有多久 患处一样不能解症 它还会痛 也没有立即改善 即便涂姜粉泥 有一些也会这样 这时候你一定要想到 在腹部的 尤其胃肠病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 最有效的患处体伤 跟姜汤灌肠的内热源 才是最最有效 也提供给大家 姜灌肠最好 在不明的情况下 先用姜汤灌肠 我的建议是这样 先清肠道 通速变 那个力道比较强 清一清 有时候脏痛就好很多 像刚刚我提的 这位患者已经那么虚 他每次姜汤灌肠完 他都觉得还蛮舒服的 也因为这样通了几次 大便也慢慢出来 他现在慢慢实意就恢复 体伤修复也比较快 这一点 尤其在腹部 特别提供给大家参考 四肢的我就不多说了 四肢就比较 没有特别的什么危险性 还是一样 如果四肢有硬结肿块肿瘤 患处找压痛点 而对于硬结肿块肿瘤 不能去挤压患处 讲到这里我还是补充一下 有一些四肢的肿瘤 最后如果长得很大 你摸它 它那个皮都光滑的 看是光滑 奔得很紧 甚至你摸它 那里肿瘤的地方会很热 好像发烫这样 那你就知道 这个肿瘤快爆掉了 我们的处理方法 有时候它轻轻一摸就很痛 肿瘤整个都很痛 那你怎么找 只能在肿瘤的周围找压痛点 不要直接在它整个很痛 已经脏痛的地方去挤压它 把它当作压痛点 最好不要这样 这个压患者会非常的痛 会受不了的痛 这个是避免 原始点为什么会对硬结肿坏肿瘤都强调 事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 尤其爆掉也是一样 如果它即将爆掉而未爆掉 你也是在周围不要去挤压它 事在四肢就比较好处理 配合运动 有时候它运动完它就会慢慢破裂 皮就会越来越薄破裂 流出组织液或血液 甚至慢慢的里面的 你只要运动的让它循环变好 很多里面的血块 甚至都可以排除出来 就能达到我们解决肿瘤的问题 压痛点它是比较温和的 在局部的几个点按推 对于大肿瘤绝对不要去 试图想去整个急压它 哇那个痛非常难受 尤其肿瘤很大的时候 患者体力都一般都比较虚 你一挤压出来 有时候血又流得过多 患者整个就热能就严重消耗 体力就急速下降 甚至就变得很危险 即便在四肢本来没有危险的 因为你处理不当 都有可能让病情加重 这一点也是在四肢方面 我对于 尤其硬结肿块肿瘤部分 做了如释的补充 请大家注意 至于痛 我说的 大部分都还是强调大开关 甚至就没有什么特别 如果是按推还是没有效 小开关就用温敷 也不一定是在患处周围 找压痛点 有时候热源进去就能解决了 好 我对于大开关跟小开关 我临床的体悟是这样 如果你们在四肢或是腹部 按推没有效要找患处压痛点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一定要确定你的手法是没有问题 真的把大开关都按了 在小开关按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还不能解症 就一定要特别强调 热源的问题 对于这个手法的应用 还有热源之间的关系 我就补充到这里 第四点 有些痛多数他处体伤 有些人你在相对应原始痛点 却找不到压痛点 那为什么 应该有压痛点而找不到 第一个可能你手法有问题 第二个按不到位 就是我说的 他可能压痛点是在深层 那你压都像姿势 刚刚志工的视频 就有这个问题了 你站姿站得不够好 到深层你又按不进去 这样就不能解症了 这样的患者 如果在深层很可能被你一按 你以为就是患处痛点 或是你误以为压痛点不在原始点 这个范围内 就会想去患处找 这个都就很可惜 从这里特别提出来 很可能 深的或是旁边一点都要找找看 这样 有些即便在范围 比如说肘部原始点 一根食指 我也看过一根食指找不到 再往上找 一根食指再上去一点点就找到 尤其下背部也常常有这个问题 比如腰痛 一个掌心一个巴掌大 结果这样揉还找不到痛点 再往上背部找 竟然找到 这样临床上都有 大家在按找不到压痛点 第一个要考虑到 到底它是不是 你按的有没有到深层到位 或是它的位置 可能在我们说的范围 上面一点点或左右稍微找一下 应该都可以找得出来 好 第四点我就补充到这里 手法应遵循三项原则 一 安全原则 即按推 需由轻而重 以患者能承受为一 二 有效原则 即位置精准 见效极致 三 经济原则 即施作者 以最省力的方式 让患者承受最小的痛苦 而达到解症的效果 就这个三项原则 第一点 由轻而重 由轻而重 很多人会误以为 力量轻一点叫做轻 然后力量大一点就是重 不是这样的概念 按推所谓的油轻 就是你手轻轻放下去 这个当然是轻 轻还有 你要用你的身体姿势来带 工具放下去 就有顶下去的感觉 虽然你不用力 患者也有感觉 好像有一个东西 已经掉到他身上 是掉下来那种感觉 你可以如果要深沉一点 再配合身体的姿势 往下沉 或是往前压 往前一点 整个工具就可以带进去了 这些调整都蛮重要 重不是因为你手用很大力 而是你调整你身体的姿势 把工具带下去 这个叫做重 手的力量 由轻而重 其实手的力量都没有变化 手一直是手 他手都是轻松柔软的 轻就是你身体跟工具 只要工具稍微放下去 这个就是轻 所谓的重 由身体的姿势 比如刚刚讲的 志工 有时候弦箭步 前脚没有蹲得很低 他就没有办法把身体 往下沉 把工具带下来 所谓的重就是调整身体的姿势 让工具从表层进入到深层的意识 这一点特别强调 由轻而重是调整姿势 不是调整你工具的力道 好 这里按推当然有效 就是改善了就好了 不要说你按推了 他助体伤已经改善了五六成了 患者说已经有改善 还没有全部好 你就急着说 我再帮你多按几次 如果你多按几次 很可能把对方按到 尤其你手法 如果又不懂得配合身体的姿势 当你真的把他解症 他按的地方 很可能被你揉到衣青 甚至红肿都有可能 我建议各位是按推完 只要达到见效了 五六成了 就可以温敷了 不要说一定要一次把对方按好 按完还要告诉他们 温敷完 如果回去按的地方稍有一点点痛 我是担心你们手法不够细腻 又用蛮力 如果你没有交代 他回去痛点又很 被按的位置又很痛的话 他就不敢来见 一定还要交代 回去会痛 只要温敷 他那个痛很快就可以解除 如果你们手法还不行 按推完还要做舒缓的动作 这样对患者回去才不会产生抗拒 哎呀原始点每次都把我按的那么痛 我常常听患者这么讲 事实上也不是 找到压痛点 适度的按推 而且又在患者能承受的范围 时间不要太久 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 何况又有加强温敷跟舒缓 好 第三项经济原则 其实我们思作者 你最舒服的姿势 最省力的方式 反而患者 他也会感觉舒服 这个在临床上都是这样 你用蛮力 患者感觉痛的时候 他受不了的时候 他筋就奔紧 你越不能节症 越省力 懂得身体去调试 反而更容易达到节症的效果 这是这三项 我在临床上的题目 也跟大家分享 这张表 对初学者会帮助很大 它大开关在哪里 都有标示 最重要当然就是一条脊椎 七处就是指头部一处 四肢 尤其手 手有三处 肩部原始点 肘部原始点 还有手背部原始点 至于下肢 腿的部分 也有三处 第一个臀部原始点 第二个脚踝 踝部原始点 第三个足背部原始点 好 那我们来看里面内容 三个部位原始点 一头颈部原始点 头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分耳后原始点 即整骨下颜原始点两部分 前者为主 后者为腹 耳后原始点 耳后原始点 在耳垂后方 下额骨 即乳突骨 间的骨缝 约半根十指长 以贴近耳背 为起点 枕骨下颜 原始点 起于乳突骨 与枕骨下颜 相接的 凹陷处 由此 紧贴整骨下颜 延伸至同侧 大脖筋上 为止 盘盖范围 头的全部 以及四肢抽搐 或偏瘫 如图中 橘色 区域所示 头部原始点 整骨 这里 里面都是介绍 位置的寻找 我就不再说了 这个大家看了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重要是这个图 我来说明一下 这个头部原始点 这里有说的 它涵盖的范围 是整个头部 还有一点 就是我说的 头部原始点 还管什么 四肢 如果四肢 它不是局部的痛 是整只手 或整只腿 你要知道 这个很可能 都是头部引起 比如说癫痫 癫痫 四肢抽搐 就是头部原始点 或是中风 半身瘫痪 也是跟四肢有关 头部原始点 除了头部以外 大家别忽略 跟四肢是有关系的 至于 头部原始点 的找法 这里也 都很详细介绍 我还是要提醒 头部原始点 是以耳后 最最重要 比整骨还要重要 这一点 我这里说以 耳后为主 整骨为腹 就是这个意思 我也在临床上有提到 耳后的效果 可能有七分 对头部 耳眼有七分 整骨下瘾有三分 七比三这样 当然 我就认为 你要解决头部的症状 一定要以耳后为主 耳后我们说的 要两骨之间贴近耳背为第一点 整个由这样下来 约半根十指肠 很多人 我有时候会说三点 半根十指肠 三点或四点 大家临床上看一点一点的 沿接 还有按推的幅度来决定 有时候说三点四点 其实都是为了让你们了解 从第一点延伸下来 一半根十指肠左右 那你都要找 好 这个就是头部原始点 由于头部原始点 涵盖范围蛮大 很多重大疾病 跟头部也有关 比如 我们常见的脑中风 刚刚讲的 很多人年纪大了都 如果头部体伤不解决 有时候就会遇到 还有老人痴呆 这个也是 现在医学 束手无策的疾病 如果以原始点 自慰病的方面 头部原始点 就可以充分把握住 如果你担心将来 你会有老人痴呆的遗历 那你最好就是找 志工帮你头部 常常按推 检查看看 如果检查出来 没有压痛点 那就OK 如果有压痛点 那你就要常常按推 头部因为太重要了 也就多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看下一个 拇指 我们来看图表 图表 这里 要注意的就是 我发现很多人拿工具就拿错了 这里图刚好显示出来 十指法的工具 大家有看到 他是握拳 十指 拇指是第二指节 按在第二指节 有些人都按到太下面了 还有一点会容易犯错的是 握洗 本来这个是虚钱 虚的 没有握得很紧 结果很多人为了按 把他握得 用力一握 好像要跟人家打架 这样很硬邦邦的 你顶人家的耳后 一顶进去 患者就很不舒服了 就会跟你对抗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你手的工具 握拳的时候 一定是握须拳 软软的 你按下去还有一点弹性 这样就不会伤到 这里按的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其实 最近像这种坐姿 以前拍的 我还是觉得以前的好 还是站姿最好 刚刚 纽泽西也有示范 他们在按耳后的时候 有时候犯了两脚 两脚一定要 最好是并在一起 要打直 绝对膝盖不能弯曲 弯腰下来顶 就很容易顶 有一点要注意的 不要站在床员 跟患者太近 太近的时候 你有时候就不好施力 还是要有一点点距离 这样身体才可以往前往下压 这样就能够额后 原始点就可以做出来 至于站姿的整骨下颜 要注意的这里图表虽然是坐姿 但也可以加以说明 大家在看左侧的那个图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那个手是平的 另外跟手肘是呈现90度 上臂跟下臂在手肘的部分是看起来像90度 下臂手是平的 如果你没有90度大于90度 你就要注意你身体要往前倾一点 这样才能够把距离做出来 你往前倾 就会有力量直接到整骨下颜来 这些都在我们影片中有详细介绍 我就补充到这里 另外要说明的 很多临床上会遇见有人头中有团 或吞咽困难 这些症状也是蛮常见 第一个我会考虑的 都是整骨下颜引起的 整骨下颜非常重要 整骨下颜尤其在肩膀 我们现在很多人打电脑 玩手机游戏 他整个头都盯着看 盯久了常常肩膀都会痠痛 其实肩膀的痠痛 都跟整骨下颜有关 只要把整骨下颜按推开 一般肩膀就会松掉 这些都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些问题 图表按完 我们来看下一个图 红豆袋 这里温敷当然是前身性的 之前 红豆袋如果头部 当然以前用红豆袋就可以 现在在处理重病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补姜粉 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很多的改变 红豆袋在早期 也算是发挥了很大的效果 它的制作就是前身性的 从这个表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好处很天然 微波一下就可以文夫 可以重复使用 算是蛮方便 好 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 顶部原始点位置 如股中红线所示 分水平 垂直两段 水平段 即头部原始点中的 整骨下颜原始点 垂直段 则位于颈椎两侧 起于整骨下颜 发际内 的大脖筋 顺筋下行 指于颈间接合处 盘盖范围 颈部 肩膀 至锁骨 如图中 黄色区域所示 颈部原始点 喉咙 锁骨 枕骨 颈部 肩膀 肩颈 接合处 肩锋 请老师解释说明 好 这个颈部 其实跟头部 那个整骨下颜 有重复 整骨下颜 我刚刚也介绍了 就不再多说 至于颈部的按推方法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视频 尤其我在按推颈部 不管站姿或坐姿 我的手法是有变化的 本来我们整骨下颜 掌心是向上 用手肘这样按推 到了颈椎的时候 我会 手会因为位置的不同 而慢慢 往下 变成往下 大家再看影片就好 我就 补充到这里 一般 整骨下颜 痛的居多了 颈椎痛的 当然临床上也不少 比起 整骨下颜来讲 就少多了 好 我们看下一部位 2.背部原始点 上背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平行位于脊椎两侧 左右对称 用指尖 清触脊椎 以确定骨头位置 再从骨头旁开 一指宽 即是 起于肩颈结合处 下行至 背部中间处 而止 涵盖范围 上躯干 除锁骨 肩峰 肩膀 肩前 腋下 侧胸以外 即小腿肚 如图中 淡紫色区域所示 上背部原始点 肩峰 肩前 侧胸 页下 胸部 肩颈结合处 肩峰 肩后 上背 小腿肚 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接上背部的点位 同宽 同宽度 向下延伸 至 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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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下背部 eso 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膝rina 在这里面前 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我先提前 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这个躯干就是属于脊椎所管 前面的找后面 譬如你胸闷胸痛 就在上背部找 如果腹痛或胃痛 你胃对过来 就是位置在下背部的上面 小腹痛就是在下背部的往上早一点 就可以找得到 这里脊椎两侧 你胸闷胸痛心肌腹痛到小腹痛 这一系列都跟脊椎两侧有关 同样脊椎两侧不只管身体前面 也管后面 后面当然整个上下背部 都可以管理得到 甚至连脊椎痛 它都可以管得到 脊椎你就是下面痛往上找 就可以找到脊椎两侧的牙痛 就能解证 脊椎两侧对于一些内科疾病 常常变得非常重要 尤其在急救方面 尤其上背部 我们说的好像心脏皱体 这个会很快有些比较严重 没有立即处理 很可能就会因此挂掉 上背部是最重要 上背部如果有出现一些症状 就要小心了 比如有呼吸困难 胸闷胸痛 常常心积压 这一类的 你就要注意 你的上背部 已经有体伤了 平常就要去懂得按推 我们现在在急救上 特别强调的 最最重要的 就是上背部 没有其他 上背部 它会 因为心脏一骤停 就会立刻引起生死 关键出来 它比头部还要快 如果你上背部 没有立刻处理 有时候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头部有 即便发作 没有那么快速 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上背部会 这里也是特别强调 你平常如果要当保养 上背部一定要做 就是先按按看 有没有压痛点 有 最好 把它按推开来 平常也可以做一些 仰卧起坐 浮力挺身 这些都对上背部 还是有帮助的 有一些拉筋也有帮助 下背部 当然跟肠胃 腹痛也有关 重不重要 很显然 太重要 整个上下背部 这一条脊椎 我希望大家 能够反复 反复练习 这些基本功都练好 按推的方式 刚刚都是示范坐姿 以后 我还是会强调 用站姿还是比较好 按的这些站姿也好 坐姿也好 它上面的工具 大家看一下 还是值得参考 大家看 第一个按上背部 那个 左边的那个图 上背部的三点 掌心是向上 大家注意一下 手也是平的 影片我们可以参考 另外 上背部下来 三点按完之后 你坐姿要按 或站姿要按 这时候手的工具 掌心是向下 这个也请大家注意一下 一个是掌心向上 一个掌心向下 包括到下背部 也是掌心向下 这一条脊椎 如果要学好 一定要看影片 工具拿好 我相信甲乙石 应该可以按到很好 这里对一些 比如轻症 比如如果你一些 肠胃病 轻微的 有时候按推 立刻就可以见效 急救也是一样 你别看急救 心脏骤停 好像很严重 如果你及时 按到位 就可以解救人 生命一瞬间 我也建议 脊椎两侧 一定要加强练习 好 脊椎两侧 我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的时间也到了 今天按推手法的介绍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下个礼拜见 好 谢谢张医师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